在背后害你的人,经常使用这几种手段,你要当心,命运的编织机,似乎是那样扑朔迷离,老一辈说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,在利益治上的现代社会中,我们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,而有些人,命中注定来害你,生活中,在背后害你的人,经常使用这几种手段,你要当心, 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按理下半子影响事业,在悬一句漫长的季节中,王翔身为化缸的火车司机,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,对火车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,当他发现有人利用火车偷工厂的钢铁时,正直的王翔选择揭发了这个人,但是他的行为却为他人记恨在心, 这些人按理下半子,导致王翔的名字进入了化缸的下岗名单里,这些人隐藏在暗处,时刻觊觎着你的成功,无论你在事业上取得多大的成就,他们总是将你的脚下铺满半角石,他们暗中破坏你与上司,同事之间的关系,使你在工作中备受困扰,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让你无法向前迈进,让你的事业一片黑暗, 所以我们必须远离,喜欢按理,给人下半子的小人,到处打听你的消息,俗话说知己知彼,百战不待,一个人想要害你,首先要做的不是直接去伤害你,而是先要去了解你,会不停的向其他人打听你的消息,哪些信息呢? 比如,家庭背景工作经历人脉资源,包括曾经取得的成就,以及一些见不得人的黑历史等等,当他对你了如指掌时,就会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,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害于你,所以,当你知道有人打听你的消息时,千万别觉得自己是个名人, 别人是为了加害你做准备,落井下石,看过这样一个视频,男人和女人是公司同事,两人共同竞争一个管理职位,女人的业务能力要远胜于男人,原本对于竞争是非常有把握的, 却因为母亲生病住院了,便有所分心,最后落选了,母亲生病,事业失利,让他心里焦脆,男人还趁机抢了女人手上的很多客户,并在公司里制造关于女人的流言,想彻底将女人挤走,看清楚了男人的险恶用心,女人也不再犹豫,他积极寻找客户谈合作,为公司带来了很可观的收益,用自己的能力,稳住了自己在公司的地位,一个人处在低谷时, 最能够看清楚身边人的真实面目,真心的朋友会主动伸出援手,给予最大的帮助和鼓励,而小人则落井下石,想要让你永远也翻不了身,对于这样的小人,一定要小心防范,不要给他任何机会,以利益诱惑拉你下水,人都是向往利益的,进入这个社会,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, 能赚到些钱财,以此满足自己的人生追求,追求利益是每个人的目标,于是就有人利用了人心的这样一点,以各种各样的手段诱惑受害者,职业骗子就很会利用这一点,利用人向往利益,保护自我利益的心态行骗, 当一个人跟你说我手上有一个项目,能赚不少钱,稳赚不赔,你是否会动心,有的人会觉得不会有稳赚不赔的买卖,有的人却愿意了解了解,当对方详细分析他的项目,相信又有不少人会被拉下水,要知道,不会有人平白无故的将一些好的赚钱项目分享出来,既然是稳赚不赔,又则会找上你, 要么是需要你去承担风险,要么是想将你拉下水,让你成为一条船上的人,嫉妒你,生而为人,谁还没有嫉妒之心,可怕的从来不是嫉妒,而是一个人嫉妒到了极致,用残忍的手段,去陷害对方,在甄嬛传中,遗修皇后,就是这样一个人,早年间就嫉妒姐姐纯元,不顾姐妹之情,杀害了纯元,自己成为了皇后,就算是成为了皇后, 依然不罢修,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,总是嫉妒其他的妃子,一怀一个准,于是就用尽手段,伤害其他妃子腹中的胎啊,最重要的是,这个遗修皇后,外表看着是很亲和,贤惠端庄的,但内心却这般百毒不侵,也为嫉妒,可以做各种伤害别人的事,所以说,嫉妒之心,其实是人人都有的,但有的嫉妒,只是一种本能,是无心的,还有一种嫉妒, 却是那种具有杀伤力的,性格阴沉手段毒辣,有些人,未曾沐浴在爱的阳光下,也不懂得如何去关爱他人,你的正直坦荡在他们眼中,反而凸显出他们的卑劣与无耻,你的阳光与善良,只会让他们显得更加冷漠与孤僻, 对于这样的人,过于接近,只会让自己受到伤害,在冬夜归吾的恶意义书中,日高正是因为与性格阴沉的爷爷口过于接近,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,他的命运,就像是被一根无形的毒刺深深扎入,难以拔除,在爷爷口眼中,他那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,竟成了引发极度的导火索, 他那天赋一柄的才华,更是让资质平凡的爷爷口心生嫉妒之火,有如烈焰艰辛,日高并未犯下任何过错,但在爷爷口的视角里,他的妻子的娇美容颜,他事业的辉煌成就,他那卓越的品质,以及他那光明无量的未来,都仿佛是对自己失败人生的无情嘲讽,麻痹你的心灵,如何才能麻痹一个人的心灵呢? 最好的做法,便是对他好一些,装成人畜无害的模样,一只绵羊来到人们身边,人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警惕,反之,一匹狼来到人们的身边,人们绝对会群起而攻之,如果这匹狼聪明一点,披着羊皮来到人们身边,那他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,而他也能趁机发起袭击,从而实现自己伤人的目的,在职场中,你会发现有很多和蔼可亲的好人, 也有很多说话好听的善人,只不过,他们是不是善人呢?需要我们理性去看待,有些人表面上和蔼可亲,但背地里却无恶不作,有些人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,可背地里却做出难道女昌之事,这一切都是我们所不能预料的,既然如此,我们就不能盲目相信别人,也不要盲目给别人下定义, 有些时候,多观察一会儿,多留点心眼,终究是好事,言辞暗戒伤人,有些人擅长使用具有双重含义的言辞,他们会将刀子藏在笑脸之后,通过委婉的措辞来伤害你,当你与他们交流时,你可能会感觉到某些言辞的刺痛, 但却无法确切地找出他们的问题所在,这些人常常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来指责你或是讽刺你,试图削弱你的信心与自尊,就如同一滴毒液慢慢侵蚀着你的心灵,他们的言辞将影响你的情绪和思维,逐渐使你变得脆弱和沮丧,爱占便宜不择手段,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这种爱占便宜不择手段的现象似乎更加隐蔽且普遍, 人们常用便宜没好货,好货不便宜来警示,提醒我们在看似诱人的利益面前保持清醒,因为背后往往隐藏着代价,正如西方名著《威尼斯商人》中夏洛克的形象,他的贪婪与无情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孤立与失败,给读者留下深刻教训,贪婪是一把双刃剑,最终伤害的是自己,提到不择手段,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,福托冷的形象跃然指上, 他利用诡计与欺诈,试图攀爬社会阶梯,却最终落得悲惨下场,这部作品告诫我们,通过损害他人来实现的成功,不过是海市渗楼,无法持久,贪小便宜吃大亏,这句谚语简洁明了,却道出了深刻的道理, 他警示我们,短期的迎头小利可能会让人付出长远的更大的代价,在与那些爱占便宜之人交往时,我们应当保持警惕,学会保护自己的权益,避免不必要的损失,各种吹捧你,要说一种比较高级的方式去打压一个人,莫过于捧杀,人都是有一定虚荣心的,一方面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, 一方面想要证明自己有所成就,别人的赞美就是一种很好的证明,其实很多人都是相对没有定力的,当一个人真正的吹捧他的时候,很容易就会产生飘飘然的心理,这才叫杀人于无形,这利用了人的虚荣,攀比心理,若是跟着对方的节奏走,真的认为自己不可一世,那么也就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,并且到头来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莲, 首先我们自己要有理智的头脑,自己去评判自己有多少实力,其次就是要对那些总是吹捧你的人保持警惕,刻意的引导,小人经常暗地里设陷阱,只等着你往里跳,这个陷阱往往需要诱饵,才能让他所害之人顺利进坑,于是他就会来找你,然后给你一个一本万利的好处,风险为零,不转白不转,这就好比商场里免费文媒的手段一样,先告诉你免费文媒, 闻了一半再跟你说另一半要收费,最容易掉进陷阱的就是那些贪图小便宜的人,总觉得对方不会害自己,一开始也确实尝到了甜头,就好比网络赌博,开始给你一笔好处,最后再利用心理战将你的钱包一点一点掏空,着实令人防不胜防,天上不会掉馅饼,做人要踏实,谨慎,才不会被小人利用,道德绑架你, 他们对自己要求很宽,对别人却要求很严,当你和别人有冲突了,他却稀释宁人的让你让步,即便明知道你受了委屈,还劝你大事化小,尤其是人钱,他来做和事老,让你退一步,让你受委屈,却成全了他的深明大义,他们在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时候,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, 要求你做个圣人大度一点,真正的朋友,信赖你,支持你,你受了委屈,站在你身旁挺你,而不是在人前一味规劝你,让你妥协,有些人就喜欢当老好人,对谁都好,感觉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,其实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人,对谁都好的人,未必对谁都付出真心,因为我们要对人真心以待,一定是会为他考虑的,而不是让人受委屈,在这个充满荆棘的道路上, 当我们遇见这些人时,一定要我们握紧拳头,坚定理想,迎接挑战,不要让他们蒙蔽你的双眼,不要让他们侵蚀你的灵魂,与其被他们伤害,不如提高警惕,坚守自己的底线。